整合医学中心 杨少宁院长 现在请大家欢迎杨医师 林理事长 杨全理事长 还有崔教授 然后吴院长 还有张副校长 以及在座的各个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理会的嘉丽 大家早安 早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陈理事长说 他也是一个非常古猛的人 那我很不幸这辈子是艾丽省处女座 然后从医学院到现在 我通常包括我以前还在长江的时候 是都在要到报告的前一年 还在改我的资料 那因为刚刚发现今天要讲的东西 其实还是要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团队 所以刚刚很迅速把我历年来 所有的资料统合起来 希望借由今天早上这样十分多钟的时间 让大家更认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也认识我们的团队 那刚刚从布莱德研盟完成医学 谈身心理 谈从那个胖氧化的角度看原体疾病 然后从传输医治协会谈这个区块 能量医学学会到修神养生协会 从生活来谈健康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原生整合医学 那为什么叫原生整合医学 就是说我们在2013年跟陈玉川博士 一起做了ER整合之后 我们个人很深刻的发现 2013到了现在 我们已经不再适合用任何的系统 任何的理论 再来帮个案贴标签 人之所以为人有他独到之处 所有的理论学派 他应该由我们这些跨团队的专业人员 一起来合作来研究 以人为本 以他们为中心 来了解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如何让他找回真正的健康 一下下一个 那我是医疗界里面的另类 有人说我们这边叫辅助与另类疗法 那我是医界的另类师 因为我是精神科医师 是主流医学里面研究心脑情绪 我们是在医疗界被训练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在我的医疗生涯当中 在高雄长庚在我接受完 在我接受完这个 未来我认为精神医学应该叫做心脑医学 在接受完这样专科训练之后 我在长庚做的就是跨科别的 他帮我们本科 忧郁 焦虑 强迫症 以及内外科 高血压 糖尿病 所有的疾病 当他无法用药物解决的时候 照合我们这样一个照会医学的医师 去厘清 我们最常被问的是 杨医师你会告诉我 他到底是心理问题 让他产生疼痛 还是他是真正有病 那在那边看了很多人之后 我慢慢发现其实即使单纯是心理问题 他总有一天也会造成身体的疾病 这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 那一连串的医疗生涯 到后来我在我们医疗领域 已经开始找不到我要的东西 我开始走进心灵疗愈 走进能量医疗 那这十多年来学了自然医学 目前在中国医药大学的营养系 在继续学很多我想学的东西 那我本身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体验 探究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包括刚刚我们提到实证医学 我们在 这个大概也在国内推广了十几年 可是我也期待透过这次的论坛 就像杨浅理事长讲的 我希望不是只有一届两届 他还有很多届 而且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结合了学界 厂界以及临床人员 因为太多的研究方法学 如果各位您真的做过研究 你发现其实是有它不够严谨的地方 我们必须在学术的严谨跟实证的严谨 中间做cross interaction的东西 这是未来 如果各位对于走自然疗法能量医学的实际的研究 有兴趣的欢迎在下午103讲坛来我们的团队 或者您等一下 因为其实我也知道今天其实很多的讲题 连我都想去听 所以如果您真的下午不能到我们的讲场 我也带了很多名片 欢迎来跟我们认识跟连结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正式的平台 来够进行个跨世纪的一个整合这样子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再下来让大家看一些 因为我刚刚看了 大家介绍 我记得没有准备什么文字 我们这是在台中七期 正合路152号 我们的诊所来往下 有看过这样的一个诊所吗 整个诊所上下楼大概400平 大厅是飘高的 那刚刚陈女士长讲的 我们要走一个身心领合一的生活 其实我发现我非常的幸福 是我有很好的团队 所以不是我很会赚钱 而是我们有很多的人 支持我们用一个很好的品质 来提供服务 人不是只有治病而已 其实人要不是 就是要活得有尊严 死得有品质 然后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人会生病只是你没有活出 你该有的品质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疗愈空间 你来这里 你不是来冰人 来当病人 你是来当你的贵宾 是来找回自己身体的健康 情绪的完整 以及生命的方向 好我们往下 那很高兴 我们在六年多前成立到现在 在今年的1月18号台南有另外一批傻瓜 也是有医师亚医师 在台南也成立了我们的光流联合诊所的台南分院 不管是牙科医科都把它整理得非常漂亮 我们的空间里面非常调调强调自然元素心灵感受 所以通风采光 再来的话就是 你会看到我们在颜色光影 以及材质的运用 不只是来的客人 连我们的工作人员 其实每一天都在享受生活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医疗人员 未来该有的生活品质 好 那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联合诊所 我们在国庆 在外面各有两个心灵教室 一个养生休闲村 在那边我们定期举办一些心灵成长课程 以及社会公益活动 这个活动它是针对很多 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过动自立 很多在学校会被贴标签的小孩 我们透过这些家长 我们来跟他做一个心灵教育 一个生活影的一个过程 然后让家长跟孩子 不再是你该吃药了 一个用督导的方式 而是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心灵 学会生活 学会爱 好 再往下 来再往下 八八 就是八年 我们团队有推广一个心灵扬生的一个健康操 叫光有酒市 各位有兴趣的话 在YouTube 网路影片 你只要打了就找得到 好 那有兴趣的话 在我们的会馆 在我们的诊所 也都有免费的光碟在提供 好 往下 因为就像周冲朗 余事长他刚刚讲的 其实气功在全世界已经证实 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的 而不同的团队 不同的方法 有它的学理 那我们的九世瑜伽 它就是九个很简单的动作 它既是瑜伽 也不是瑜伽 它像气功 也不极限于气功 因为包括 因为我是身心科的医师 我们心灵疗愈的团队 透过对称制的动作 很简单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学会气血的改变 以及心灵的提升 很不好意思 有点爱炫 又有点闷燥这样子 这是大家看得到吗 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是东森电视台 他们在台湾 现在非常知名 他们一直在发掘 台湾的一个新人类 那在去年 他们亲自找到我们这里来 也因为他们 而让我们在这半年 还蛮忙的 很多人来就说 就带着这个影片说 院长我要做这个 我要做那个 有兴趣上YouTube 你就找五星期咖啡店 那我发现 媒体人 他们真的让我非常的佩服 是他们可以用 非常生活化的语言 把我们很科学 很医学的东西 让民众理解 所以未来我想 我们这样的团队也许还在跟媒体人来连结 透过他们的语言 透过他们的表达 让民众可以很简单的学会了改变 学会了健康 神情科 各位如果现在进入主流医学 忧郁症 癌症 艾滋病 是世纪三大疾病 而忧郁症就是我的本科 目前医院体系都是以神经传导物质细胞传递的方式 在陈述疾病 可是疾病真的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主流医学 他用药物来改变这样的神经传导 可是在我们去年的一个精神科的年位当中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听过这样的讯息 他是针对罹患 目前我们未来打算叫做思觉障碍 思考跟感觉的障碍 目前称为精神分裂症的这样的患者 他们在去年已经在三种的陆鲁宾教授 他发现说 这些患者你吃了药 其实没有治病 他就讲病 病情并没有好 他其实让你看不到症状 平均研究下来 患者服药五年十年 长久发现下来 他的大脑会继续萎缩 那今年的研讨会让我更压抑 我等一下有张PPT会讲 我们有发现说 包括内外科的疾病 如果你只是用药物去控制症状 表面上数值降低了 可是其实个案年纪大了以后 他会产生更多的病发症 更多的疾病在发生 那为什么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 转发症状态